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过我很小的时间 十九岁 刚刚第一份工作 我在那里做珠宝设计 这是我同事发生的事 因为去那间医院的餐厅吃饭 真是抵得很紧要 饭汤是任装的 星期一至五都开 所以我们很多同事就会一起 约过去叫菜 然后饭汤任装 你就自然会饱了 开心得不得了 第一次我们公司要OT 没有我份的 有些年纪的同事就要OT OT 了之后 除了平日的OT weekend 都要回来OT 有个同事在星期一之后 就跟我们分享得很开心 她说 上次我们平时吃的那间医院的饭堂 她说我昨天去吃 好得那几道菜 是大碟了很多 非常好得很紧要 真的很开心 价钱也是一样 她做了些新菜 很好吃 这个分享没什么特别 但是她所谓的昨天去吃 其实她是星期日回到公司OT 即是她星期日去了医院的cantain吃饭 大家就很愕然 愕然的原因就是有些同事都说 她说 6日不开的 那间cantain 你吃什么 她说 当然不是的 又开了 很明显 跟着后来 有什么好做 就是我们跟着 都会再去这间cantain吃lunch 对不对 我们吃lunch的时间 她都说 神经病的 直接去跟那些人说 因为她不太认得那些工作的cashier 或者其他人 她就问 昨天呢 你们煮了几道菜 今天为什么没有的 那些人说 神经病 没开 什么昨天 我们星期六日不开的 那究竟我们的同事 星期六日 去吃那间的所谓医院饭堂 她吃了什么呢 她自己就害怕了一轮 事情 杀了 明显 案 大